這個就是來回的 1855廣州到三雅 但是我的食物到了 牛肉球 今次試試今天的牛肉球 給我一個好評 它是有配堅執的 這個富力S居比我剛才看得到 52,800萬 富力這裏是多少 各位觀眾早晨 我現在所在位置就是中山八路 又回復我們正常的生活 就是去喝早茶買下菜 現在想不到已經差不多九點 便晚了出門口 對 差不多九點 為何這麼晚呢 是的 差不多九點 是的 地鐵好像很慢 但沒理由 別說這些廢話了 說說今天我們的計劃 我們會去以前叫甚麼 那個茶樓小翠軒 小翠軒喝茶 但是現在它叫做西關人家 在麗灣湖公園裏面 我們之前也說過很多次 麗灣湖公園周邊 是很多茶樓的 而有便宜的最貴當然就是 就是半溪酒家 而且半溪酒家 就不是經常去 今天我們就去西關人家那裏喝早茶 一時淡三虛 剛剛過完容力新年的時候 然後呢 起碼同裝的就進入這個 又不叫冰河期的淡貴 因為開始再過一段仔時間就下樓了 具體位置鏡頭正前方過去就是 這裏往右轉就是過去南岸那邊 如果繼續往這個方向走過去就是海珠橋 我們在會前面轉左 現在就早上班時段 哇 多繁忙 那些電動自行車大軍 全部趕著上班 是呀 圍住 是這樣的 真是圍住了 無所謂 過來證實一下 也不太趕時間 麗灣湖公園有幾個門 這裏是其中一個門 在正門 這應該算是正門 那邊算是側門 我們現在就在半雞酒家那裏進去 正門的正前方就是以前中山八路的客運站 那現在就已經整成這樣 我記得它已經搞了很久很久了 都還是這樣 真是 不知道最後整成是怎樣 一個大的巴士站 不會有可能 如果去我們飲茶的地方 有幾個路線 其中一個就是 我們現在面前這裏 半堂村裏面走過去 感覺上好像這裏更近 那裏好像逗亡了 不過也不是差很遠 但是如果走半堂路那裏 就會比較容易認 如果各位觀眾時間是多的話 又想來感受一下 這個真是最近市中心的城中村 直接在這裏進去 不是很遠 如果時間有限 或者是一家幾口 我覺得就不必了 還是走回大路要好些 廣州的城市變化了很大 但是通常城中村變化是很小的 因為它是自己村民的屋 它不可能每天去改造它 對不對 可能偶爾改造牌坊 所以來到城中村裏面 亦都可以找到很多舊的味道 但是我們進來看 已經旺舖轉讓了 這個是便利店 這樣賣汽水 因為過元年是這樣 過年通常都是這樣 過年都是一個洗牌的時間 有些租約滿了 又或者想去其他城市發展 第二個行業發展 又或者擴大經營 這些細舖就不租了 這個例外 早餐店 因為那些人還未回來 那麼早 那麼多兩天 不要過 平時在這裏 這幾格全部都已經是早餐 我記得這裏 都已經是 包括4K超清 這個也是 還未回來的那些人 老婆剛才說看新聞 說海南島幾佔 海南島坐飛機 現在幾佔 機票行衰 事情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大概 很多年前女兒還推嬰兒車 3月份都是旅遊的淡季 我們便會選擇那個時間出行 試過有一次去海南島當時 是240元來回機票 是不是240元 總之很便宜 我忘記多少錢 便宜到 不知道現在多少錢 先查查 這個就是來回價 1855元 廣州到三亞 但是如果只是去 的話 價格是這樣的 我都說百多元 是的 即使換言之 就是去便宜 很便宜 有些甚麼是廣州 那些人就賺到八個四元 即使像這些 也就是這樣的去程 但反程 就是反程的價格 我先頭查到 一千八百多元 那時是再推後幾天 五千多元 現在回來 五千多元 是六千多元 五千多元 已經是最便宜的那張機票 其實很多香港的觀眾 可能會坐飛機 可能去東南 其實三亞挺好玩 起碼 因為海南島 以前是廣東省館 它很多 不是 為數不多的當地人 還懂得越獄 還有辦法溝通到 但是都是很多外省人 事實上是這樣的 敏南話 敏南話 海南話 都有 食海鮮 旺季去 那些餐廳肯定是 價格比較高 但如果大暗季去 自然價格就不會那麼離譜 小哥 我們說回半堂村 越遠 繼續往前走 左 就可以去到 麗灣湖公園 之前曾經有一次 幫觀眾找屋 都入過來 走過一些 以前未走過的路 在這裡 去仁威廟 亦是很近的 再來 之前 因為農曆新年期間 很多東西都肯定很貴 尤其是酒店更加 之前 老婆說過 有觀眾問她 回到地鐵站附近 找不到多少錢 400元 以下酒店 我現在隨隨便便按 我都沒有搜索過 例如花地灣地鐵站 我知道大概是甚麼 都是299 而且是麗峰 看清楚 麗峰 好東西來的 民宿的陳家子地鐵站 更便宜 155元 近長壽路地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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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說清楚是民宿 如果是酒店的 稀岸當然是貴一點 稀岸這些便貴 可能是過年時 不是 這是現價 是個新的 苗鋸廓 可能是名價 亦有個 亦有個 是亦有過的 亦有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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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ka嗎? 現在是貪親 當然是把所有時間逼在一起 當然是貴的 但是現在是輕鬆的 價錢又便宜 餐廳又有位 挺好的 這麼快我們又來到仁威廟 今天很容易罵 有很多善信 先說說仁威廟 現在是這樣的 如果要過來祈福的拜祭 這裡是不需要預約的 但是不可以帶鄉足人樂 仁威廟是附近一個古字廟 很久歷史 鄉所亦是頂盛的 門口這裡有三柱清香 拜祭一下 然後祈福 還有指引路線進去 據說在廣州 如果是拜太祟 這裡是比較好的 那些遊客多 一部部旅遊巴停住 因為附近始終是廣州 其中一座大的旅遊景點 集中在附近 尤其是老城區那種感覺 所以有很多遊客 你看 哦 他們穿的 寫著半塘四 不是旅遊巴 他可能穿出去旅遊 或者去參加一些活動 豬如此類 他心口寫著人威兩個字 是吧 就是村民 村民就會這樣組織去 這樣就不知道了 究竟去彩青 豬如此類 就不得而知了 講一下對面 每一次經過都要講 每一次見到都這麼多人 寧記賴粉 如果喜歡吃賴粉 賴粉 賴粉 是 有些像香港的狗仔粉 那樣的東西 兩間是比較好的 做得 一個是他 一個是西華路那間 第三間我都找不到 試過去找 但不是我想像中這樣 再來隔壁就是向群飯店 有觀眾問過我們 究竟如果回到廣州 吃雞哪幾間好 在我心目中 有三間都是不同 三到四間 這個是其中一間 還有因為很多遊客 不像我們廣州 吃到這麼絕核 這麼刁鑽 這麼刁鑽 它是全熟的 因為它用蔥油雞 它不會很生健 有血絲 因為我知道 很多觀眾未必接受到 骨頭裏面太多血水 它是可以做得到的 一間做全熟雞 是比較做得好的 就是上一集 大家去餵外那裏吃早餐 那裏又有雞 餵外雞也是全熟雞之中 做得比較好 不過實事求是 我們從小吃到大 吃白切雞 就不太喜歡全熟 是沒有了那種感覺 一定是不可以全熟 不要說生 是不可以全熟才好吃的 是吧 是不是喝茶 我們進來黎灣湖公圈 龍新年時期有很多布置 上邊的登籠都會長期有 很漂亮,弄得前面的花 我都记得在农业新年之前看着它们的布置 因为这些是插在泥土里面的花 就不会说几天就会拔走便敷位 我们喝茶就打算在这里 都说过几次了,在湖边这里喝 叫做西关世家 经常记住人家的名字,西关世家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就坐在湖边喝就最好 不过好像都挺火爆的 但是如果去到夏天的时候 都挺吃力的,因为那些冷气 因为它半户外,冷气肯定吹得不太足 如果想喝得好些,就当然是对面 半溪酒家 还未开,画房 开了未?看不到 但都9点了 10点才开,好像被人说过不准 不知道,我们没有打算过去 与此同时,在丽湾湖公园 很多街坊都过来拾问 拍摄棵树,拉根 卫生都做得很好 推着那部机,就这样走走 地上就干净了,吸走树叶 一边很漂亮 导致巳 是没有太多理想的 古代庄 地上的风,到天堂 川纳里 鹊老了 产生都吃光了 那么多 可是它不是靠庇边的 都可以的 无所谓 这边还有少少湖边 但必须和大家说清楚 因为这种半户外 冷气没那么厉害 其中一个是 其中一个是 会比较光线 可能有些位置没那么足 好了 我们又进来 找到一个漂亮位 坐在湖边 先来我们这位 上一手客人 是两位来自外地的游客 不是我的工作人 他们是醒目的 懂得现在来广州游玩 可以很悠闲地欣赏美食 去看博物馆 在附近最好两个博物馆 就是书记博物馆 和禮湾博物馆 都是免费的 不知道它去哪里 其实我觉得旅游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人家 当地 尤其去城市 大城市 吃 不是 那是吃 但所有的核心 都是去感受当地人的生活 气息 美食当然是其中一样 当地人吃什么 我们吃什么 我们最想是这样 又或者是当地人去哪里玩 早上去哪里 去哪里买菜 去哪里生活 是怎么样 是最想体验这一种 当然博物馆都可以去一下 我认为是这样的 淡季来 有淡季的好处 就是这样 但就不要夏天来 至于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茶楼 就是我们平时经常都会来的一个茶楼 如果是在荔湾湖公园附近 又吃得比较地道 比较生活化的 我们就会选这间 我说便宜价 我说便宜价 我觉得我喜欢这里多 我喜欢竹溪 竹溪 竹溪就会在感觉上 好像再便宜一点点 但这里就环境好 舒服点 舒服竹溪 竹溪还要走得远一点 就是这样 很多老街坊来到这里喝茶 就是这样的 我们喝茶 其实我也有说过很多次 很多很多次 我们的广作人喝茶 不是为了吃那种蝦饿 和食豆燒米有多精彩 而是坐在这样的环境 而说以前是 Op D was. admire 他们也是看报纸的 现在就没有人看报纸 那流行隔壁 旁边还有玩乐爪的街坊 在市中心来讲 你能玩乐爪 Charge 我所知道 我都去過很多地方茶樓 沒有了樓花壺就只有這裏 那裏也沒有了 那裏也沒有了 沒有做了 那裏叫什麽 美景 都沒有做了 那裏有玩雀 玩雀也就僅此而矣 玩雀仔姐一龍龍雀 喝茶的精髓就是這樣 喝茶以前的西關大少 就是弄雀龍雀 喝杯茶 那裏也不是為了欣賞食物有多精彩 而是這種生活的悠閒 這裏還叫做西關西家 我們已經落好單 又來眼花寮連獨餐牌時間 我很喜歡這裏 就是他們的餐牌 是經常會改的 經常會有新東西推出來 這是很難得的 比如說鵪鶉蛋燒賣 我是很想吃這個 但是擔心到身體負擔 鵪鶉蛋膽固醇是極高的 燒賣都不低 所以就算了 都不是 可麵汁麵 香西餃需要了 但如果說好吃 絕對是鵪鶉蛋燒賣 我們還點了牛肉球 昨天有吃過牛肉球 15元 這裏價格是頂點的話 是25元 它是因為有特價點心 所以就不會再打折 也就是25元 也就是25元 還有很多點心 都是比較有創意 不是那些千篇一律 蒸大包 發財好事炆豬手 早餐吃這些 椰汁年糕 先頭我們也有考慮過 大蝦滑雞粥 蝦的雞粥 生菜鯉魚 我們喝茶好少會看到這些 這裏都是有的 参牌回來這邊 肯定是一些傳統的點心 肯定是要有些 難道沒有蝦攪什麼 不行吧 蘿蔔糕 餐包 鹹煎餅 應俱全 豉油王大雞腳 都是他們比較受歡迎的點心 不過我們沒有吃的 龜苓糕也有 生湯魚片 粥也有 如果喜歡吃魚粥 這裏都是做得不錯的 這裏最大的優勢 就是在黎灣湖那邊 一步之遙就去黎灣湖 在廣州 要在公園或周邊 公園內是不可能的 公園周邊有餐飲的 因為他們的排放很嚴格 排了一些烏水去拿湖 不行的 死定了 現在不值得這樣 所以專門有一個渠排放 現在就開始多一點點 這種餐廳 因為排湖分開了 是 雨水、烏水 很多烏水 總之是分流了 以前不分流 是不可以在這裏開的 沒錯 我們等下來的就是馬蹄糕 雖然這裏是半糖 都是吃半糖馬蹄糕 不過實話實說 這裏附近已經沒有種馬蹄很久了 但是即便如此 別人拿貨也好 都不是拿很差的貨 老婆說過很多次 這些馬蹄糕是很有韌性的 但是又不會是黏口的 有些黏口是不好吃的 拿那些不知什麽糕來做的 這些就不會 很純正的馬蹄粉 有吃到馬蹄 被我刀算了 有些馬蹄 大家聽不懂 有些馬蹄粒在裏面 去其他地方喝茶 就很少點這個 都有的 不過都是回到附近喝茶 點這個最多 還有我最記得 在對面莫大毛 有一次吃飯 那個更好吃 送的馬蹄糕 很好吃 那個牛肉 賣相就很差 但是吃起來很好 記得嗎? 忘記了 老婆說 拿貨都很漂亮 其實美麗的馬蹄糕 它在冷的時候 是會很硬的 加了一個之後 就會有這種韌性 這個是 這個是 我覺得它沒有分層的 如果說到吃馬蹄糕 就真的是廣州了 還有一個地方 在荔灣區以外 還有在海豬區 那個什麼市場 鷹記裡面 有馬蹄糕 也是很好吃的 大家可以回去試一下 買一下 也不貴 11元 我買過一大塊 回去放冰箱 一次開它便可以吃 可以吃 接下來我的食物 到了牛肉球 今次嘗試 今天的牛肉球 為甚麼 先給一個好評 它是有配結汁的 再來還有香西餃 最後我們還有一碗腸粉 到的 腸粉排最後 先嘗試牛肉球 下面有腐竹 我要保證 肯定是沒有昨天吃過這麼好的 昨天那個真的很好 不差 但是昨天那個很好 所以比下去了 不過這個 它用油就用得很好 蘸些潔汁 你在哪裏 我知道這樣就不考到 比較食物是不對的 因為師傅也說過 飲茶這件事 不是說看食物有多清楚 但是真的要用來給 昨天那個好很多 相比之下 就實穿了 不過昨天那個真的做得很好 別除昨天那個 因素 這個已經很嘗試 還有它裏面的一件 很值得稱讚的 就是檸檬葉絲 很清新的感覺 再加上潔汁 是挺好 不會很油膩 每一口都是吃得到 檸檬葉絲的味道 接著來 腸粉又到了 大家看到我吃腸粉 知道 又回歸平常的生活 日常的生活 嘗試一下 它應該是這樣 以前我們小時候吃腸粉 它會有一條是沒有餡 有一條是有餡 它這個是四條來的 裡面是羅漢齋 我們要了 嘗試一下 裡面還有金針菇 通常羅漢齋腸粉 裡面都是菇滾類居多 嘗試一下 至於味道如何 吃腸粉 就是這樣 你要放一個碗 好像我們吃了這麼多年 如果沒有辦法 整條等到口 那些是 街邊腸粉店才這樣做 這些絕對就是吃到這樣的 挺好的 那些菇菇 它有打蟹 如果沒有打蟹 它會散出來 掉到整個 都不知道怎麼夾 它這個有少少蟹 少少 還有沒有鹹腸粉 沒有鹹腸粉 不算很滑 很滑 那種 它是傳統的 會黏著的 這個牛球 你試一下 挺好的 至少有蟹汁 但是 老實說 和我昨天去到 衛外吃到的 真的衛外 很好做的 這個實性少少 昨天我在衛外 吃到的 腐竹是甜的 很厲害 它會散出來的 它還要是甜的 而且在衛外吃到的 腐竹是長小的 它這些是會散的 少少 下來就到這個 在這個時候 剛剛也有陽光射下來 這個是香西餃 夠健康 別的我不知道 就是特價的香西餃 有這麼多 香西餃 你有沒有試過 你覺得這個 這個喫汁是絕配 有喫汁好吃很多 有喫汁好吃很多 好吃 有喫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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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喫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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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有 很多街坊 就是這樣 坐在這裡喝早茶 應該叫做炭早茶 所以為什麼叫炭 就是一個原因 炭是你要慢慢 很自由地吃的 喝茶 吃點心 又看看風景 這些就叫做一樂也 這個香西餃 如果是喜歡吃 鹽西的觀眾 一定是吹脂肉 裡面很濃的鹽西味 如果不喜歡吃 就聽見英國人不會怎樣 吃到這裡 對他們餐廳 我講食物 最大的感觸 就是他們用的油 是很香的 這個牛球 其實是這樣 這個 裡面那些 聽室用的油 有麻油 很香 越硬越多人 先頭我們是錯 好像是錯最邊邊的位置 假設 當時這一屆都是無人的 現在這樣 豆瓣 腸粉幾好 羅漢齋 不是齋 我還沒吃過 科普一下 齋腸和羅漢齋不同 羅漢齋裡面是有餡料的 齋腸裡面是沒有餡料的 只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沒有肉 裡面有餡料的 最終我們埋單是這個數 75元 抵食 抵食 還有少量打包 這樣的環境 這些留在中午繼續吃 中午不用吃很多 現在 有這麼多 一粒肉丸 兩個香西餃 還有一條腸粉 全部混合一碟 就行了 70元 原來都有打折的 是啊 我先頭還以為沒有打折 過年還打折 是啊 原價15 折後12.75元 即是八折 我猜八折 可以 可以 是啊 八五折 20元 他收17元 就八五折 現在 要請 看看 現在 再兩間門櫥看見證實了 是八點五折 那大家也看到 很多街坊在這裡玩獗 拿著龍獗來 他們是西關大少 玩完之后又可以进来荔湾湖公园走 超美 吃饱饱又在附近走 最终目的地又是去市场买菜 昨天有位饮食专家教过路 他又住在附近 他说原来在龙津路市场 军安烧猪里面的烧猪肉有两款味道 最好吃的是原味 一个是有咸鱼味 拿回去 放久了肯定会变硬 放平底锅煎一煎就可以了 不知老婆会买一些 或者等待不买到 但经过的时候给大家看看 最多的地方 往后 连间发现家里还有很多蔬菜 过年前只买一些 可能未必会去市场 刚好我们来到这里 凭少来到这里工作的 就是看附近楼价 我们会沿着这里一直往前走 我记得前面有几间地产中介 是传统以上的旅游区 半戚酒家 旧历史 前面是麗湾湖 刚刚我们去过麗湾湖公园 究竟这附近的楼价又是怎样呢 首先我们可以排除了半汤村里面 那些是村民 不可能会放出来交易的 可能即使有得很少很少 有何理由卖自己这间房屋 但是好像那些床改房 或者后期出现那些商品房 我们会叫做什么价钱呢 看看有没有机会和大家看看 先说过的一个话题 之前刚刚说农历新年期间 多游客的街坊 每个都躲在家 到现在街坊都出来了 就是这么热闹 尤其现在春天 这几天天气好很多 超舒服 坐在湖边喝茶 有点太阳射起来 又不容易 风吹起来 温暖 又不算很小心 又不算很干燥 挺好的 这就是一家一家 人生的来源 是从来 知道 这家人生活 原来是在家的 类似的 这家人生活 还会说 第二家人生活 以前的隔壁 空气 就是 主要 过去 第二家人生活 有点 远远 做 蜈 不过 这家人生活 又不过 多家人生活 首先說附近的樓價 其實附近樓價並不疑似 大多數面前的舊屋是沒有交易的 一來可能是工房 第二買了它又不是等錢花 即使是買得好 這些人都沒有可能住一些商店 大多數是鏡頭後面的 例如是富力 又或者前面貴賢商品的樓盤 大多數都是面前這些老街坊 坐巴士過來逛逛荔灣湖公園 又或者跟老朋友喝完茶坐車回來 一個很關鍵的一點就是 應該今天很多同學都上學了 所以爺爺阿嬤阿婆阿公 今天可以出來喝茶 我女兒今早就遲到了 睡著了 真是可憐 小朋友上學之前說陪孫玩玩 過年 孫兒上學了 回歸正常當然要喝茶 第一件事和老友寄 你看到第一個就是富力廣場 嘩誇張 富力廣場T區 五萬元一平方米已經算便宜 富力廣場北區 四萬六千元一平方米 這又是最便宜的 最貴在S區 我不知是甚麼 六萬三千五百元 正如我先從所說 附近的樓價並不便宜 又或者100平方米 四百八十八萬元 即是下面有寫 四萬四千元一平方米 真是誇張 這裏有多少錢 四萬幾最便宜 四萬六最便宜 最貴五萬多 四百多萬一間屋 就是這幾間 旁邊還有廣州 不要說最大的 其中一個南美樓 在這裏過去 我們打算過去華季路走走 但如果要去一寧路旅遊 就在這方向過去好些 遇到觀眾 來自三藩市的一對夫婦 很開心 說說這裏 之前我來過這裏吃飯 說這裏排隊很難 沒有吹水 10時22分 已經排隊排到這樣 廣州人永遠都是要吃才行 剛好喝完茶就過來吃飯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跟老友 吹吹吹吹吹吹吹 因為過了年 開始見老朋友 吹吹吹吹吹 過年去哪裏玩 如何如何 就是在場所聚集 老婆說 無論如何都要買少許送回去 就在這些店鋪買 原來是買 好買這個 我現在仍然喜歡吃這個 快點買 10元3斤 10元3斤 香蠣是10元3斤 3.98元 4元1斤 這裏要越皺皮 樣子越壞才好吃 還有醃 對面的香蠣似乎更受歡迎 但我不太想吃香蠣 哇 這裏整個抽禮 不要刺穿袋子 回應先後 又是那個話題 現在回來玩就懂得玩 又不會那麼多人 機票又便宜 天氣又好 只要老婆走去玩別人的貓 就在那裏 她見到別人的貓便會這樣 有個最多人的貓便宜 我現在看到 大陸的貓便宜 在那裏 有遮蓋的貓便宜 這裏的貓便宜 做爛尾 做爛尾 那裏是會起好 有遮蓋的貓便宜 都會起好 有遮蓋的貓便宜 不知道 不要去猜 我也知道小道消息 不過那些沒有辦法證實的貓便宜 不要唸鬼地說 都是遺傳 至於實情是怎樣 當事人才知道 不過買了那些就更可憐 我也聽過很多故事 不過就不要在這裏說 如果這個真是落成了的話 可能真的跟富力 這個樓盤差不多價 裏面現在4萬8000 4萬6000已經是很便宜的那種 我估計應該是這一種 這一種都要4萬8000 如果好少少的 400多500萬才有交易 說清楚是二手的 我們又過來這個連家 看看附近的樓價 它的字是夠大 這個富力S 它是比我剛才看得更貴 52000 800萬 富力這裏是挺好的 因為它已經是二手 沒問題 全部都是富力的 我看錯了 我看錯了 看過了 我老婆說喜歡富力多些 不過都是喜歡的 都是喜歡的 我看到最便宜是272萬 購買就不知多少錢 正如之前所說的 廣州路城居很多住宅 其實它有很大部份的錢 都是學位的錢 沒錯 配套很重要 最重要是配套 我認為 交通便利 富力這裏是比較適中的 它原來都是有樓梯樓的 加裝電梯 但價錢和有電梯的差距不大 可能會 交美餘管理費時有電梯會比較貴 很正常 樓梯看你三樓 其實就沒所謂 這裏就是老婆每次經過 都要住宅看看的幾間騎樓 在農津樓不多 其實只是這幾間 這幾間是沒有粉色的 我意思是農津西路 不說農津東那些 農津西路就是這幾間 沒有人住 你看它上面都沒有 沒有樓衫 有人住的有樓衫 這個有樓衫 有人住的有樓衫 隔壁都沒有人住 之前有觀眾問我 他說如果我回到廣州住一個月 我就看過這個 為甚麼呢 為甚麼看這個 其實有很多 這個服務公寓 酒店公寓 為甚麼我看這個 因為近我們平時去到的地方 觀眾應該會喜歡這些 我看過多少錢 你猜猜多少錢一個月 6千 一萬 一萬 是呀 一萬又未必 一萬那我不如住酒店 是呀 一萬我住那些民宿 又可以 又或者住 附近也有 住酒店 住住 麗豐 是嗎 你租的那些 不是 平時那些甚麼 那些都不洗 洗五天 是呀 你這些還要 等一間房 不是的 我算它 幫你搞衛生 如何 都是這樣 前行慢慢行 面前這些就是 我們通常會稱之為房屋房那種 即是舊屋 就有家裝電梯的 不知道有沒有地產中介看得到 這裏應該叫做龍津西路 不知道是甚麼樓盤 看看 我們又見到一個地產中介 這個字就大些 幸福新村257萬 看不到有多大 周滿二百三十五萬 六十平方米 他們這個 就沒有寫均價 四十二十二十 那些字很小 我看不到 自己計算 富力廣場地區 都還要五百萬 上面 一百平方米 即四萬多元 學位龍津路小學 這個單價我講 二百一十萬 沒有電梯 三十萬元一平方米 這個便宜西路 我們來到這裏 在寶華路 這個是過年前的價格 現在過年 兩萬 這個 西關外國 那個 我以為是395變195 不可能 那個 我剛才遮住了 石路機 好 西關外國 195 目前的話 456 456是電梯 樓梯都是差不多 還有下邊有 有個周滿藍路 一滿二 就 128萬 四萬 一放一聽 三十三平方米 又來過德游地產 地產中介哥哥 好好談 免得錄別人說話 他大概意思就是 大勢所趨都是向下 他認為 甚麼時候會升上水 就等美國 減職 再來 還有甚麼 剛才在富力那裏 如果是沒有電梯的 大概是三萬五元左右 如果是三樓 其實沒甚麼所謂 行樓梯都不防 大概就是這樣 還有我見到最便宜的 周滿那裏 一百二十多 過年前價 現在可能一一多都可以 像是龍津路 43平方米 龍津西 在這裏附近 168萬 可能在這裏樓上 三千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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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水電 樓都不包 物業不包 八十五平方米 幸福新村 麗灣路 是 幸福新村 麗灣路 鹹花街那裏 這裏是樂延坊 龍津學校區 即是龍津路小學 開學的小朋友就是這樣 在這裏拍照 不像以前那裏死板 拿著本書 怎樣怎樣怎樣 不是的 現在是小學 這裏是龍津校區 不是樂延坊小學 我們現在可能去 華桂路走 經過樂延坊小學 至於這裏繼續往前行 就是龍津路 華桂路 在這裏往右轉 對面的五站記 就是我們上次 逛花街吃晚餐的地方 在這裏過去就是麗灣路 這裏過去 大概逛十五分鐘左右 就是陳家子地鐵站 這裏附近有旅遊區 和遊客區混在一起的地方 在廣州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西華路 天河也勉強算的 但早前有叔叔阿姨喝茶 又有賣一下伊力多 有大市場 我們今天不去 家裏還有很多 慢慢在這裏走過去地鐵站 在這方向走過去 亦都可以去得到 長壽路地鐵站 我們經過後發現西關飯堂 原來在這裏 下次我們過來龍津路市場買菜 可以過來試一下 坐在路邊這裏 來到這裏進去 就已經是小學 好像在這裏 不應該在前面 這裏是幸福義行 在前面 如果在前面 再走前一點 那裏進去 就已經是樂延坊小學 附近一所比較不錯 但始終這裏是西關 所以路是比較窄的 就像現在面前的單行 如果停車在這裏 路就會被佔了一倍 終於我們來到樂延坊 如果不在這裏住很多年 就像我這種人 就永遠認不到 如果門口不寫著樂延坊 三個字的話 是一定認不到的 這裏進去是很窄的 這裏 原因是附近 越近的房子 就越貴 例如面前的貴延商品 這裏的好處是 又有好學校 又漂亮 以及可以去到地鐵站 很近的 就是面前這裏 帶大家看看這裏 這裏是不便宜的 沒錯就是這裏 有恆寶華廷 恆寶華廷350萬 華歸路660萬 沒有說跪離是有的 610萬 它的單價是 6萬7千元一平方米 便宜的也要6萬 又有好學校 又說安靜 又有小區管理 我見到最便宜的那裏 是292萬 不過很小的 40平方米左右 就是這裏 我講最便宜的那裏 應該是比較舊的 中上價錢 都要花到600萬 即使是農曆新年價 也好 現在最多便宜多 5% 10% 好嗎 大概就是這樣 基本上都和大家看過 附近比較貴價的樓盤 最貴都要800 但那些是很貴的 中庭的600多 400多都有 但如果真的靠份量 慢慢去供 那就真是要命 供到何時呢 如果一 砲過 全都給了 好像手頭上 沒有那麼多資金 不過這些 我們都是看看 你說買是不切實際 因為即使就算沒有 我講沒有 現在又沒有那麼多資金 看見樓價向下 不應該出手 我是這樣認為 不知道大家怎麼覺得 好了 今集影片到此為止 跟以往有少許不同 如果大家覺得拍得不錯 幫忙給個讚好 又或者幫忙 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下集見 再見 請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